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霸王不仅堵住了巴斯蒂安 还将他扔入了垃圾桶 而为了躲避这些坏孩子的欺负 巴斯蒂安只能逃进了一家书店 在这里他见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白胡子老头起初以为巴斯蒂安就是个不学无术的孩子 但当他得知巴斯蒂安喜欢读书后 便和巴斯蒂安闲谈了起来 此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白胡子老头起身去接电话 在离开前 他着重叮嘱巴斯蒂安不要偷看桌上的那本书 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巴斯蒂安还是看到了被报纸盖起来的书名 永不结束的故事 并偷偷将书借走 白胡子老头看着巴斯蒂安留下的借书条 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跑回学校的巴斯蒂安发现老师正在组织学生们考试 害怕被批评的他只能躲进了学校的旧仓库 并翻开了这本故事书 而随着他开始阅读 书中的世界也随即展现 在这个神奇的世界中 一群野营的伙伴突然被石头人打断 通过与石头人交流 众人得知自己的世界即将遭遇危机 于是他们立刻骑上蜗牛 驾驶蝙蝠前往了女王所在的象牙塔 可这些人刚走 临终便刮起了一阵狂风 树木立刻倾倒 一切都化为了虚无 而到达森林的尽头后 众人看到了一个壮美闪耀的象牙塔 在象牙塔的顶端便居住着他们崇高的女王 只是前来寻求帮助的众人很快从博士处得知 女王和虚无之间似乎有种微妙的平衡 随着虚无的强大 女王也将濒临死亡 而救下女王的办法就是向巴特罗之国的战士阿翠尤求助 可敢因召唤前来的阿翠尤竟然还是一个孩子 这样众人不由得惊呼出声 眼看自己遭到了小看 年幼的阿翠尤便准备掉头离开 博士健壮随即将阿翠尤拦下并告诉他 一路上他不能携带任何武器 只能依靠顽强的意识和坚定的信念 独自一人战胜虚无 临行之前 博士还将象征着女王的护服项圈交给了这位小战士 这个护身符也将会在路上引导并保护阿翠尤 而随着阿翠尤上路 巴斯迪安也深深地被书中的内容吸引 他忘记了时间 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阿翠尤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经历了不眠不休的赶路后 阿翠尤和爱马到达了奇幻之地 可在恐怖的山谷沼泽中 阿翠尤的爱马却深陷泥潭并不幸死去 无力挽回的阿翠尤虽然悲痛欲绝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继续上路 并找到了由远古巨兽莫洛伪装成的平顶 在阿翠尤的呼唤下 驱归沫洛从沼泽中现身 可巴斯迪安却因沫洛的样子发出了惊声尖叫 而书中的阿翠尤似乎也听到了巴斯迪安的叫声 但阿翠尤并未多想 他随即向沫洛展示了女王的护肤项圈 并希望能得到沫洛的帮助 可面对阿翠尤的恳求 年迈的沫洛却毫不在意死亡和虚无 他甚至直接拒绝了阿翠尤 但温馨的是 沫洛在阿翠尤的唠叨下 最终还是给出了建议 并让阿翠尤前往南方寻找奥瑞孔询问 只是南方之地距离这里有一万英里 阿翠尤根本无法前往 而就在他不知如何时好时 巴斯迪安被突然响起的下课铃声拉回了现实 眼看所有学生纷纷离开了学校 巴斯迪安便再次躲进了学校的杂物室 可逐渐暗下来的天色却发生了变化 在电闪雷鸣中 巴斯迪安被杂物室的废弃标本吓了一跳 他本想躲起来一走了之 但想起跟他同样年幼的阿翠尤 他最终鼓起勇气流了下来 而在奇幻世界中 恐怖的黑暗之神开始行动 并向深陷泥泽的阿翠尤发起了攻击 幸好这时 一只白色瑞兽腾跃而下将他带离了沼泽 几天后 阿翠尤从昏迷中醒来 此时他才得知 白色瑞兽竟然是一条名为费尔克的幸运龙 他不仅了解阿翠尤的任务 还乐意送阿翠尤前往南方寻找奥瑞孔 除此之外 他又将另一位伙伴介绍给了阿翠尤 那就是热爱科学研究的小矮人 小矮人与妻子住在石洞里 他一直在研究奥瑞孔 而且还有很多奇异的发明 利用小矮人的望远镜 阿翠尤看到了不远处的守护神像 以及神像消灭过路者的可怕威力 可即便亲眼目睹了这恐怖的一幕 阿翠尤还是鼓起勇气走了过去 在看到被烧焦的过路者后 阿翠尤心中忍不住恐惧了起来 于是探知到恐惧的神像随即睁开双眼 准备射出可怕的射线 巴斯迪安则大叫了起来 阿翠尤也在他的呼唤下克服了心中的恐惧 迅速躲开了神像的攻击 在穿越了杀人神像后 阿翠尤来到了暴雪纷飞的冰原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面冰镜 并从镜中的影像看到了巴斯迪安的倒影 巴斯迪安受惊之下将手中的书扔了出去 可冷静下来后 抵不住内心好奇的他 还是将书捡起继续阅读了下去 而随着冒险的继续 阿翠尤也很快找到了南方的奥瑞孔 两座缤纷神像告诉阿翠尤 解救女王的办法就是为他另起一个名字 但起这个名字的人 必须是奇幻之地以外的人类小孩 眼看奥瑞孔也因为虚无的侵袭逐渐崩坏 阿翠尤赶忙叫上幸运龙 飞往了奇幻之地的边界 而躲在学校旧仓库的巴斯迪安看到这里 也发自内心的期望 这个起名字的人类男孩就是自己 此时 骑士幸运龙的阿翠尤遭遇了虚无的攻击 他在混乱中摔下了龙背 并坠落到了一片海滩上 在这里 阿翠尤见到了身形巨大的石头人 此时的石头人不仅失去了朋友 自己也变得虚弱起来 而由于丢失了护肤项圈 阿翠尤只能依靠自己继续前进 他很快在山坡的荒芜城堡内发现了一些壁画 而这些壁画竟然详细记录了他冒险的经过 在壁画的尽头 阿翠尤看到了恐怖的黑暗之神 而他真正的身份其实是虚无的仆人可摩罗 在可摩罗的讲解下 阿翠尤得知了奇幻之地灭亡的真实原因 原来 所谓的奇幻之地其实建立在人类的幻想之上 但随着人类想象力的消亡 奇幻之地也在虚无的侵蚀下逐渐消失 而作为虚无的使者 可摩罗将会消灭所有破坏虚无计划的人 但得知真相的阿翠尤却毫无畏惧 他随即与敌人展开了厮杀 并最终勇敢地杀死了面前的敌人 而随着可摩罗的死去 虚无立刻对奇幻之地发起了攻击 奇幻之地随即分奔离析 阿翠尤只能在狂风的折磨下 不停地呼唤幸运龙的名字 此时的幸运龙已经在海中 找到了阿翠尤丢失的护肤项圈 他听到了阿翠尤的呼唤 并在狂风中救起了阿翠尤 可现在的奇幻之地已是一片虚无 阿翠尤只能在护肤项圈的引导下 穿越破碎的世界 来到了女王所在的象牙塔 在经历了冒险之后 阿翠尤见到了女王 并将自己失败的结果坦诚相告 可女王却告诉阿翠尤 他们已经连接上了那个人类小男孩 他也即将拯救破碎的奇幻之地 只是被选中的巴斯蒂安 依然无法相信他和奇幻之地的密切联系 在巴斯蒂安看来 书中只有一个奇幻的故事 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可眼看象牙塔逐渐崩塌 女王也在震动中绝望地求救 巴斯蒂安终于为女王起了新的名字 那就是她死去母亲的名字 转瞬间 暴风雨随即消失 世界也陷入了黑暗之中 在灯光重新亮起的刹那 女王已经站在了巴斯蒂安的面前 此时的奇幻之地已经消亡 但希望的烛火并没有熄灭 女王随即将新世界微弱的火种交给了巴斯蒂安 并告诉她 只要想象不灭 新的世界必将很快诞生 而在巴斯蒂安吩咐的想象力下 奇幻之地再次恢复了生机 那里有快乐的石头人 又重新找回爱马达阿崔游 而巴斯蒂安则在自己创造的新世界中 惩罚了曾经欺负她的三个小霸王 她也以此找回了消失已久的勇气与快乐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